四天連假,我們要去高雄 家庭旅遊 Let's go 這是什麼電梯? 星光電梯 我們今天要來三天兩夜 住菁英國際行館 高級喔 七下午茶 三點半到五點半 很可愛耶 下午茶的酒單 一半送十點點,還有十點 欸,真的啊 這一次這晚餐就不用吃了耶 一人一盤耶 一人一盤耶 來 三點半 四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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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像很大街耶 哇,個小客廳 我們的房型是兩個中床房 他講中床房 好大喔 不錯耶 哇這台子是兩個人使用的那種台子耶 好棒喔 這就不用搶耶 哇有泡湯的 欸那泡湯看起來不錯耶 他自動升起來了耶 我剛剛看到自己自動好像可以升起來 頭透的嗎 對看起來是頭透的 他那個是 大蟲啊 演製馬桶他這麼高的 演製馬桶對 Made in Italy耶 淋浴的 哇他整個這邊的那個材質啊 都是這種大理石的材質耶 看起來有高級 這個我居然尚在那裡 這邊的那裡 他要用這個 對這整個浴室 還要裝綿 女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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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膠囊咖啡機 早上可以用 欸 它這個是有 玄機的欸 它那個充電的地方在這裡面 充電裡面欸 還有一個USB的 歡迎來到愛河 我們今天的高雄第一站 就是這個 愛河之星 這是我在Google上面 隨便點的 晚上的景點好像也沒有太多 我們剛剛吃的下午茶沒有很餓 所以就是先來走一走 愛河算是高雄的地標了吧 所以就來走一下愛河之星 我看那個照片好像還蠻漂亮的 空拍的話應該會很漂亮 欸 這看不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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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捷運 對啊 不是你的初體驗喔 對啊 初體驗欸 然後 然後我們阿剛剛就說 這真的有開嗎 等一下車子會不會來嗎 完全沒人欸 對啊 碰碰沒有人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包車 對啊 只有我們三家 我們現在要去瑞峰夜市 剛剛的景點怎麼樣 江玉樂 剛剛的景點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胡說 你剛剛還說什麼 失敗 這個景點失敗 欸 人也不少呢 其實 所以像是小站的地點 欸 還是蠻多人的啦 到了 港都瑞峰夜市 哇 看起來很多人喔 來到一二一峰夜市也很失敗欸 可能是因為沒有吃下午茶的關係 沒有買任何東西 我們就只有買了 超市的水 然後又很熱之下 趕快回飯店休息 今天的第三站 就是這個 壽山情人景觀台 再來一點 這道囉 還挺多人的 就有港口啊 我們這邊大概十分鐘左右而已 好 不只二十分鐘左右 二十分鐘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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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餐 早餐 跟昨天下午茶是一樣的地方 哇 沒想到這麼多人出處欸 那今天這邊有四種Fation 分別是中式的粥品 搭配的是酒針隔離 那蠻多客人喜歡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好 我們這邊提供的是半隻主早餐 這飯就很好 哇 都是日式的 很不錯欸 日式就是比較清爽一點這樣 這是美式早餐 有一個很大的onlet 好西式 所以我們的第一站是大藝倉庫 進去逛逛 現在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太早了 現在快12點了很多店都沒有開 動物是攀岩蟲屁欸 椅子樂譜 對啊 然後它這個中間是藝術裝飾 它是用那個小學生的舊椅子搭乘的欸 大中午的就是要來戰惡庫 大中午的就是要來戰惡庫 太涼了 太涼了太涼了 哇 旁邊太舒服了 1914年是由日本人新建的欸 衝鋼 1945年 世界大戰 它裡面還蠻多餐廳的喔 午餐時間 我們吃的是 戰惡庫裡面的一間西式料理店 這家叫長文 它比較有名的是它的那個精釀補酒 船來囉 我們要準備去騎機 還蠻多人在那邊排隊的 全票30 不用帶掉了25 登船處這邊一出來之後呢 就有很多個租腳踏車的店 好我們現在要租這個電動腳踏車 第一個小時400元 之後開始每個小時200這樣子 你說這樣總長是12公里喔 來一回 來一回12公里喔 大概是兩個小時的時間 走 哇 我好像是摩托車的降臨 OK 我們的第一站 奇境第一站就是燈塔 往燈塔砲台 這邊嘛 其實也沒有到很陡啊 這一段要走一小段的路 很熱的話可能 對長輩不是很友善喔 這邊是奇候砲台 這次呢 才知道原來奇境有非常多的 小景點 開照景點 還有一個燈塔 好像這個砲台都是可以看風景的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來奇境 走一走的 玩個半天左右 差不多 哇 上面的風景挺好的欸 整個可以看到這個海水浴場這邊耶 泡台這邊很不錯耶 值得來耶 上面挺涼的 還有海風什麼的 彩虹教堂 現在光線其實沒有很好 拍起來不很好看 而且那顏色看起來已經有點褪色 把一個採用照片 沒有要跟你合影的意思 沒有要跟你合影的意思 這還蠻多人的路 就是長輩已經不想動了 他們完全不想離開那個電動腳踏車 只要到一個點呢 他們就是完全坐著 然後讓我們自己去拍照啊 幹嘛的 然後結束之後再回來 所以他們就坐在車上就好了 今天好像就是漁港了 奇經 很多人了 奇經星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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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後一站了 哇 蠻漂亮的捏 用的有點像是海底隧道的感覺 對 這個隧道很適合正中午的時候進來 走出來了 哇 現在有點夕陽了 下午五點了 現在也比較柔和 沒有中午那麼熱 現在非常多人 大家都是現在才會出來 很合理 中午真的太熱了 現在的大義倉庫 才是比較適合的時間來的 對 整個不熱而且還有市集 這個叫大港橋 新景點 全台灣首座水平旋轉景觀橋樑 也是亞洲最長的跨港旋轉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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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們今天的最終站就是這裡了 拜拜 好累 好累 好累喔 好累喔 對耶剛好是呀 都被隔起來了 這是今天的菜單 先帶各位來到我們家裡的阿里山 栗子 對啊栗子 他還給你一個異象的東西耶 栗子吧 還有點哇沙米 好吃嗎 你覺得好吃啊 可是沒吃過的味道 那一道的話是來自於 那裡面會有 花花 西芹 西芋 鹽乾 這個 這個 比較 倒膩耶 真的嗎 等一下別聊光水了 這是主菜 石燒酒香衣宿 吃吧 好 我們的倒數第二道 是 海瓜子 火鍋料理 好 我把它弄成像瓦瓦瓦瓦 他們的招牌布丁 今天是高雄第三天 我覺得它的那個早餐表現得非常好 雖然它不是寶貝 它是一人一份的 可是我覺得吃的會非常飽 然後它還有外面多了那個麵包區啦 如果說你要多帶一個人來吃的話呢 它的費用就是一個六百元這樣 是蠻貴的啦 好 來Check it out 住飯店呢 其實家裡打到在飯店一樣 還是沒有這種飯店的氛圍 應該是一種被服務的感覺 我們要離開喔 結束三天兩夜的高級飯店之年 到了我們第一個目的地了 就是 獅行 含著著名的就是它有個景觀 還可以看到整個美農地區這邊的田園風光 網路上面人家講是一個祕境來的 沒有很多人會來 可是它其實高度沒有很高 大概150公尺左右而已 還蠻輕優的 對 它如果有來美農的話 是可以特地開來這邊一下 它離那個美農市 是大概10分鐘左右的車站吧 其他人有名就是香蕉 哇 它有各種品種的蕉耶 好多種喔 這款是什麼款啊 美人椒 巧莉亞的美人 美人椒喔 媽 你喜歡哪一種椒 上面最有水的啦 第二種椒 真的欸 佛手椒 美人椒 呂送椒 蜜椒 芭椒 芭椒 糯米椒 這是我們今天第二站 就是這個奇山老街了 它其實也是早市來著欸 然後它這邊的老街 可以看到它這邊的建築 也都是這種比較 老街會有的 來囉 極美的香蕉蛋糕 這家是有名的 這家就是在那個天后宮的隔壁 裡面也非常多人 是這個嗎 應該就是了吧 對啊對啊就是這個啊就是這個啊 來囉 草陵冰果是80年的老店了 然後要喝它的羊桃汁 它的現榨果汁應該也是不錯的 一杯65元 胡蘿蔔汁 沒有加水的 純的 這是奇山老街的天后宮 已經有180年歷史了欸 新家慶22年1817年的時候 新建的 哇很久了欸 它是歷史古界 廟口 旁邊這邊就有一間麵店 它是正家陽春麵50年了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真的 比剛剛的那個 當櫃啊麵線那間 然後那間有點失敗 然後我媽看到這間的時候 意思是說我怎麼不來吃這一間 有看影片 然後有打算來騎山的人呢 雖然我們還沒吃 可是這一家 看起來就是好吃很多 推薦 好我們來買的這個是 蛋膠 雞蛋膠 這是一斤五斤 好像蠻貴的欸 對可是還蠻多汁的啦 蠻回去吃看看 正宗明雄鵝肉 這是我們今天 回程的最後一站 在嘉義這邊 上菜 哇 二門第一份還挺大份的欸 貴豬子還蠻好吃的 這肉質其實還行欸 是蠻油的這樣 因為我覺得黃金 台中黃金的肉都比較好吃 而且比較嫩欸 你覺得呢 好吃嗎 雞胸鵝肉 可以 咻 你看三種 是蠻脆的 呼吸 呼吸 吐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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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咻